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钱秋好 大家好 来看看赖清德副总统 最近在跑选举行程 是非常的密集 不只是公庙 各县市 跑得非常多 而其中到了新竹的时候 他讲的是什么 提学运时代的几位前辈 这些人是谁 包括林毅雄 黄信介 施明德 陈菊 这些都是在白色恐怖时代 坐过牢了 出狱之后 他说没有人主张 写债写还 但是其实 不要忘记林毅雄 施明德这些人 对于民营党后来的路线 却也是大家批评 没有办法接受 创党精神还在吗 他强调主张爱跟和平 还有非暴力 当然是为了接下来 战争跟和平的选择吗 而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在执政期间 对民营党来说 是主张爱跟和平吗 看得出来吗 还是有更多的转型正义 让更多的言论自由 或者是原本 民营党主张的价值 被破坏了呢 甚至还有人质疑在网路上问 请问搞意识形态 叫做爱与和平吗 而赖清德开YT的频道 当然是为了要 吸引年轻人的支持 但这个频道上映了 5月3号开始到现在 已经好几天了 累计的观看次数是 5万1 订阅数是1.31万 那么被说经营惨淡 其实现场几位来宾 他们的YT的流量数 可能都超过他 那么或者我们 可能觉得他不错的时候 那是一般人 但是他是要选总统 他的流量这样可以吗 那么大家分析起来 杨明就认为说 这是因为他的人设 跟传统的绿营政治人物 已经不一样了 旷工之子 当台南市长 已经有这个 所谓阶级上打破很久了 那么甚至是正二代 勾结黑金吗 所以赖影片 呈现出来的人设 是会跟民众 或跟年轻人 有点距离的吗 那么到底 有没有办法黑金这件事情 在赖秦德的政见里面 彻底的被打击 或者是切割开来 黄成国应该是一个指标 黄成国当然挂名还在中常会里 他已经不开民党中常会了 可是这一次他挂名在一个地方 叫做竹联邦副邦主 程大川 5月9号要公寄的 智商委员会的副主委名单里 他过去一段时间应该是会避免的 可他现在已经是不言的或者是刻意的要对赖秦德表示 无言的抗议吗 因为他认为党中央是以排黑条款羞辱他 那么对他的处分 现在他没有办法做出什么反击 只能做出无言的抗议吗 比方说在何志伟落选这件事情上面 他就会表达自己的立场跟看法 所以虽然不再参加中常会 但他还是到明年7月改选之前 身份还是中常委 而中常委跟黑道之间的关系 一样是挂名之三委员会 那赖秦德有办法处理吗 显然也是无能为力 比方说向龙邦董作批评 黄成果要龙邦卖股票 退出泰山施压的概念 也就是说黄成果卷入泰山里头 跟杜英达龙邦如何的把股票买卖 要求退出泰山的施压 杜英达就在律师这个部分 当然都是否认 绝对没有外界恐吓的这些情势 跟黄成果先生无色 但这些案子一件又一件 包括了这个IMB吸金这么庞大 25亿的案子里头 也跟绿营的大咖有关系 那么照片一公布出来之后 徐巧新提的有郑文燦 有台南市长等等 但是北检的反应是什么呢 不是说我们要去查 这些人是不是跟IMB 有利益结合不是 他是说不受影响会厘清 是不是这些照片被用来诈骗了呢 完全符合这些民党的大官们的说法 因为郑文燦说 自己跟诈骗集团是没有往来的 也没有关系 所以打击诈骗集团是责无旁贷的责任 部分人士不要无限上刚任意连结 有错也是诈骗集团的错 怎么会是官员背书的错呢 而陈建仁院长说 不要因为照片出现谁就影射谁 因为这对当事人不公平 而且对于打诈一点帮助也没有 那怎么样才会有帮助呢 砸13亿吗 防诈的预算砸下去了 真的就有帮助了吗 吴子佳批评 这13亿啊 只能说是又拿来预算骗到手了而已 他说政府在诈骗产业链扮演什么角色 是协助还是当一个执法的角色 居然还会有人提出疑问 吴子佳说 因为最近派出所所长都去帮诈骗集团做联络了 甚至个资是不是有问题 他到底只是个案吗 他认为不是 他认为警察跟诈骗集团合作 以前八八会馆喝酒的那个画面 不就已经在一起了吗 是共犯结构才会诈骗案越打越多吗 有个指标是赖清德副总统 当年担任行政院长的时间 是在2017年的时候 他曾经公开表达过 宣示过这件事情 国人如果在海外从事诈骗犯罪案件 层出不穷 当时还说海外 现在国内就已经是如过疆之际那么多 他说会严重影响台湾形象 所以必须展现更强力的执法行为 以有效打击诈骗犯罪 当时你去行政院长 那么有没有真的做到 让我们的国际形象受到维护 或者是真的打击了诈骗犯罪呢 答案过了这么多年 看起来的确是没有啊 所以才会网友有这样的一个标题 在网络上问这个问题 请问战争缺电低薪黑金诈骗 加上食安 赖清德每一项都解决不了 是吗 那么当然这些问题就要他自己来解决 是不是有办法 还成为接下来的竞选脚步里头的 论述过程里头要让民众有信心吗 兵哥 我觉得赖清德这个人好像真的是 老狗玩不出新把戏 找不出什么梗 然后讲出来都是老掉牙的东西 他现在去提是说什么主张爱与和平 这干嘛 我请教一下台湾有哪一个政党主张 恨与报义 有哪个政党就这样主张 根本没有 你主张什么爱与和平我不知道 这不是废话吗 哪一个人不主张爱与和平 这有什么好讲 什么没有叫他们写在写上 好像是怎样很大的恩惠 你们有证据就去办 如果你们不是一直说当年国民党 对你们多少迫害干嘛 那你们执政这么多年 为什么不赶快去查一查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当初谁迫害你们的 方便一个一个揪出来 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 其实我赞成 如果你们真的有证据证明 哪一件破坏你们 就赶快把它揪出来 我很讨厌像过去韩国瑜也是爱与和平 也是一些爱与包容 什么东西都是包容算了 我是反对这个东西 我觉得做错事情 就是应该要揪出来 管他哪有什么爱不爱 这叫法律 就是这么简单 那同样的 赖清德为什么YT无感 因为你里头讲的都是一些老掉牙的东西 没有一些心梗 没有一些符合年轻人的潮流的东西 不关心的话 对 年轻人当然不想看 因为里头讲的跟我都没什么关系 也没有办法产生共鸣 其实这是一个警讯你知道 不要忘记 赖清德年纪其实比蔡英文轻 可是记不记得蔡英文那个时候 在选举居然可以搞出什么辣台妹 什么东西 一下子 变成小鹰了 对 什么不管是YT也好 或是脸书也好 都是一下子爆满 那结果赖清德 现在是民进党2024的参选人 就搞了个三四天才一万多人订阅 这是非常严重的警讯 而且这代表什么你知道 代表连民进党人自己都不想看 民党党员都不止一万多吧 没有少到这种程度吧 对啊 所以这个对赖清德来讲 我看他自己的团队恐怕要去想想 是不是应该要换掉一些人 要想出一些新的梗 不然这对待心得是个危机 但是黄成国这个案子就好笑 你看黄成国虽然说 我不参加中常会运作 可是他也不辞中常会 我就调在这个地方 看你妈拿我怎么办 对 其实他就是在跟你抗议 很明显 因为如果他是真心不想再参与 民进党中常会运作的话 他辞掉就好了 对 可是他就是我不参加 可是我不辞 我就是名字还是要挂在那边 目的干什么 就是跟赖清德对着干 很明显啊 然后现在你们说我黑道是不是 我就黑道 不然是怎样 我就直接智商委员会 直接弄出来 我就是怎样 白纸黑字挂上去 对 我就挂上去 我就是黑道 我就是黑道 不然你不要弄 就这样子 我觉得黄成国就是摆明 就跟赖清德杠上 所以民进党内 其实有一股不满赖清德的势力 其实现在正在跟赖清德对抗中 所以赖清德能怎么办 他不敢 他只有当作没看到 他也不能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赖清德现在最大的困境 实际上他的敌人都来自于 他民进党内部自己 然后他束手无策 然后只能够闷声不吭 装死 然后看是不是能够混过去 那可是我必须讲 IMB这个东西 这种诈骗 现在陈建仁 郑文燦一个月跳出来洗地 说不要做不当连结 这个对诈骗还毫无帮助 你怎么知道毫无帮助 搞不好这些人就是主犯啊 你怎么知道不是 你要拿出证据来告诉我不是啊 我们为什么要 我们不是用影射 我是要你解释 为什么你们跟这些诈骗集团 能这么熟 为什么人家邀请你们都去 你们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要出来解释 不是你郑文燦一句说 这个都是你们自己的影射 污蔑 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要告诉我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那个双清基金会里头 那个现在那个诈骗集团的首脑 跟你们民进党一堆人全部都合照 请问一下到底为什么 什么原因 你们都 你们民进党很喜欢跟一些不认识人合照吗 这跟冒用假照片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是真的在现场参加活动的照片 而且你看他那个基金 他跟那个基金会的渊源有多深 因为是不同批的民进党的人来这个基金会 每一个都跟他合照 那不是很奇怪吗 那双清基金会大家都知道 跟民进党关系非常密切 那请问一下 这个人到底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 民进党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敢解释 那我也必须跟大家讲 很诚实的讲 你期望民进党去帮你抓诈骗集团 根本就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民进党自己就是诈骗集团 你怎么可能叫诈骗集团 去抓诈骗集团呢 不是吗 民进党 只要民进党执政的一天 台湾的诈骗集团 这有越来越多 因为民进党自己就是诈骗集团 他天天包庇诈骗集团 是理所当然 因为他们都是从一路获射 毛哥你会不会觉得 北剑的回应很有意思 他说这些照片被公布 不会影响他们的侦办进度 因为他们只会厘清 这些照片是不是被用来诈骗 是无辜的 当事人并不是跟 这些集团有关系 这个概念吗 我觉得要抓诈骗集团 像刚刚兵哥讲的 不管是合照或怎么样 最大的诈骗集团 就在总统府跟行政院 这些人可以去看看 你们跟黄成国在民进党 整个党庆或是任何活动的时候 全部站在一起 对不对 陈明文不也在里面吗 要不然在把陈菊当市长的时候 摊开看看陈菊合照过哪些人 有没有围标土地的 有没有在那边包什么包什么的 多少高雄的什么酒店大亨 黑道大哥大 都在你们顾全大局的好朋友 陈菊以前合照过多少人 敢不敢拿出来 赖清德呢 赖清德在那边哭哭啼啼的 然后现在发现网路声量不足 真的 刚刚浅秋一开始我在那边说 这个声量怎么那么可怜 我要跟赖清德讲一下 我自己的经验 找我隔壁的游淑慧一起直播 效果还不错 我上次找淑慧一起 我们在比特王直播 一支影片28万 你要参考一下吗 清点吧 你可以约一下游淑慧 我们宾哥跟浅秋自己的这个YT 还是节目上面分享出去的 我们大白话 轻轻拆拆 也会十几万二三十万 赖清德要不然浅秋下次约他来上节目 帮他冲个流量 我真的觉得也是可怜到这种程度 他那边血债血环 赖清德 赖清 要不然你宣布一下你要血债血环 你还宣布一下看你要怎么讨 我是不晓得民进党这什么执政概念 加工仇恨 唯恐天下不乱 你是想要干什么 不然你叫黄澄国出来 我们来对职看看 那时候我们在反萊猪 跟萊猪公投的时候 黄澄国天道蒙的大哥 是不是带着群众到反萊猪的公厅会 去砸桌子给人家这边叫嚣 那一次我差点忍不住 我要冲下去 王衡威那时候站我旁边 把我拉住 说不要他真的是黑道 现场几十个警察 这就黄澄国 真的大家如果去把几年前 黄澄国这么嚣张 还自己带人去的那个 黑道大哥大的样子拿出来 你就了解 他现在为什么可以不甩赖清德 因为人家是蔡英文的总统府 国策顾问 国策顾问都卸任了 他甩你什么副总统兼民进党主席 你赖清自己是什么货色 你平常干了多少缺德事 你说什么血债血还 那我想问一下 台南人在你赖清赖神治下 是得罪你什么欠你什么 光登革日 2015年你愿意承认的 112条人命 这还是你们民进党 舒焕智自己承认 说这是战后 二战之后 在COVID-19之前 战后台湾最大的单一死亡事件 就你赖清干到的 你还说什么 烧炭发电 这几年台湾全台湾有多少人 得了一些奇奇怪怪的 各种什么重大的伤病 重大的奇怪的癌症 跟你烧炭发电有没有关系 大家是对不起你什么 你来血在血缓什么 再讲高端 光高端现在打死多少人 你们有道歉过吗 人民是欠你们民进党 这个诈骗集团首脑 欠你们多少了 为什么给我们这样子 我们明明没对你们什么样子 然后就让我们 这么多人这么可怜 然后老百姓现在生活这么苦 无薪假的越放越多 然后你们还在南部的那些 太阳能光电板 要不要再去问一下 你们在那边是怎么包工程的 是这个后面我们话题 会聊到这个光电的部分 这个多么可怕 是 真的是 真的我觉得赖清真放过大家 我们得帮忙平衡一下 因为黄成国自己也曾经解释过 他过去是年少轻狂 后来早就已经更生人 没有再涉足黑道事宜 他不是黑道 是他自己本人的说法 我们必须要做一下平衡 平衡的说法 淑慧怎么看 赖清德当然他是接 蔡英文总统的棒子要往下 想要继续竞选的话 那现任的所有执政商们的问题 都会成为他的包袱 对啊 至今赖清德都还是没有告诉我们说 他对于民进党对蔡英文 这个2024之后就不关我事的能源政策 他是不是买单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今天郑文燦一个行政院的副院长 而且是你新潮流系的大脚大阿哥 赖清德是不是要讲一下话 你也会跟他一样笨到 去跟诈骗集团的首脑照相 你也会笨到跟他一样跑到 诈骗集团的爸爸会馆去吗 你一个行政院副院长都这么不检点 人家揪你就去吗 你不是三岁小孩 而且他是什么时候去参加这一场春酒 是他今年担任副院长之后 大家知道桃园市长已经很难约了 副院长更难约 而且他刚当全国各地 包括桃园的这些乡亲父老 想要约他的行程这么多 为什么他去这一场 这场是跟你好朋友 还是这场 之前你选家管理很多 捐你很多 我觉得今天要去查 有没有对价关系 你有没有拿过人家的政治现金 要不然的话 坦白说我也是名义代表 也有这个直销公司 找我去参加他们的什么活动 周年活动是什么的 我其实一概都不敢去 他们也讲得很清楚 你来一场 你选家的时候我会捐 可是我们都不敢去 为什么 这就看你自己对你自己 有没有一个行为准则 看起来郑文燦是没有的 今天最可怕的就是 民众会去质疑一点 为什么我们的诈骗集团 永远都只抓到车手 是不是因为这些首脑 都是你们民进党的好朋友 你们民进党选举的钱 有没有从这边流入 从人民手上诈骗的钱 拿给你们选举 然后你们再去骗人民的选票 你们先骗 让诈骗集团骗人民的钞票 然后你们这些政客 再去骗人民的选票 这是不是也变成 产业一条链了 然后再继续包庇他们 人家美国是军工复合体 我们是什么 诈骗复合体吗 诈骗集团支持政治人物 支持人物 包庇诈骗集团 现在是这样吗 当一个行政院副院长 涉入这件事以后 你要我们检掉真的敢办吗 检掉怎么办 办到跟郑文燦有关的 先收起来 就像这个不是钱力 台南那个前金发局长 是不是 那个陈某某 陈宗燕 连陈宗燕这么小咖 一个局处首长 民政局长 连陈宗燕这么小咖 都可以当年被办到的时候 先被盖起来 等到之后 派系斗争的时候 十几年后才被掀出来 然后现在又开始 不要了 所以你说办到郑文燦 是不是一样直接去烧掉 连储藏都不敢了 陈宗燕 一个民政局长而已 办到他 喝花酒接受性招待 都先收起来了 都不敢办了 大家觉得办到郑文燦 跟诈骗集团有关系 你觉得真的不影响办案吗 骗笑 台湾的司法 如果一直这样作践自己的话 真的没有人要相信你们 从莱清德当副 刑舰院长的时候 到副总统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当候选人 都问一个问题 他说要解决诈骗的问题 但是十三印划下去 有机会解决民众 非常头痛的诈骗问题 让台湾国际形象 被洗清楚 不再有这种诈骗之道的恶民吗 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